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color 色彩倒过来不就是汉语的产色吗 通过这种词语的变化 把观音夫作品中的色彩的这种因素把它提示出来强化出来 通过这次的布展是把整个的沾上的空间当成一个主体 观众也进去要去适应它 看到这个空间金黄色 我想它就是一个黄昏的颜色 就是金黄色的阳光 然后正好也符合那个角度 也符合那个方位 我们是当时这样的想法 二楼那件黄色的作品像从这个空间里生长出来一样 所以会有一面黄色的墙 跟作品的色相其实很接近的 然后第三个空间就是蓝色的 也是跟作品密切相关的 因为那两间作品都有蓝色的因素在 它有一些色彩是考虑到和它的特别性 比如说这个房间 它那个作品最强烈的是它红色的同性 正好就和这个柠檬花变成云人分绿 所以和这个红色又产生了一个对比 一个是利用它们自然 我们强化自然 有点那种所谓的增强现实的意味 一个是顺应它作品中的组色料 一个是跟组色料产生特别这种对比的关系 总之吧都是为了激发观众 对于这个色彩的这种体验 大幅的色彩就是特别的物质化 你看那种强烈的这种颜料空间光线 这些材料感都很强烈的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色彩关系 它有色彩的这种物质的一面 所以我们到这个空间中来 一定要给大家感觉到这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说只是墙上挂了一张画 给观者一个不同的感受 当你离开这个空间的时候 面对大自然的时候 你可能对这些感受会有回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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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